蕭茲才剛剛去北京 然後感覺好像宣誓說 不跟中國脫鉤 跟中國脫鉤是你美國自己的事情 我德國沒有要跟進 可是他立刻回來之後 馬上就讓經濟部阻止了 中資收購 不是讓 是綠黨反撲 因為基地部長兼副總理 哈貝克就是綠黨 所以這個是典型的綠黨反撲 那你沒有看到這個議題蕭茲有講話 講話的是哈貝克 那就表示綠黨反撲說我們還是要走美國路線 我們還是要脫鉤 對 那這裡當然這個取決於蕭茲自己 就社民黨 就社民黨你恐怕要找一個時間把他踢走 這個沒有解 因為你兩個黨 聯合執政 那你給綠黨六個位置 包括外交部包括國防部 包括副總理兼經濟部長 你自己找死 因為你就立刻考在對中國的 各個方面的政策 那你蕭茲做了說你社民黨 你社民黨如果不能站穩 那中國當然是看你笑話 所以你看你連你的 經濟部長你都搞不定 那我怎麼跟你穩定交往 這個反應必然如此 所以 這個我已經講過了 我事實上在很多地方我都講過了 我說德國目前面臨自己這種困難局面 就是要把綠黨踢出去 然後去跟基民黨組大聯合政府 這是唯一解套的方法 因為基民黨 基本上 是比較偏大企業的黨 好 那 那這樣的一個政權就是穩定 你 那綠黨事實上就是在你的政權裡面在挑刺 為什麼呢因為 他不斷的高舉理想主義 然後 造成你政府 在經濟上無能 他就不斷的獲利 因為綠黨現在的支持度已經超過社民黨 因為30歲以下的全部都一面倒向綠黨 就覺得社民黨沒有理想 然後又拿不出政績 你想一想一個人 又沒理想 又執政無能那還得了嘛 對不對 當然是一路往下 所以社民黨的民調已經從33 一路跌到 將來只有22 然後 綠黨 民調 現在已經到25 你怎麼可能再讓他這樣玩下去 所以考驗蕭茲的領導力了 該把他踢走了 所以你講了這麼久蕭茲都還沒聽你的 把綠黨踢走 這個是第一個事件 矛盾會越來越多 當然是吧 因為 綠黨我跟你講 美國下很大的功夫 事實上德國內部也有很多媒體是親美的 那也是美國長期耕耘的結果 你不要忘記 所以認知作戰也是非常厲害 本來就是 這合理啦 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忘記德國是戰敗國 美國在德國的美軍 33,000人還超過日本 你知道嗎 那德國哪有什麼情報系統 CIA完全穿透 梅克爾手機被監聽多久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德國會比較準確 日本為什麼 只要反抗美國的首相 都短命下台 田中角龍 跟中國建交 洛克希德安就爆發了 揪山尤季夫 一樣 一年就下台了 你要走中國這條路你就要穩住你的政府 梅克爾為什麼穩得住 因為他是大聯合內閣 那個梅克爾是找社民黨組大聯合 不然你怎麼穩得住 可是肖子要走回梅克爾路線才可以 他事實上去訪問中國就已經有這個味道了 他只是不能明講 那這個當然就是 什麼叫梅克爾路線 內涵要講清楚 第一個就是 他經濟 必須要跟中國合作 這是第一個 那本來他還跟俄羅斯合作人員 那北溪被炸 這條路被砍斷了 對不對 這是梅克爾的第一個 就是他的經濟結構的內涵 那第二個就是 歐洲要不要在中國跟 這個美國之間 有比較自由 獨立自主的回旋空間 就不要一面倒 這個是梅克爾路線的主要的兩個內涵 經濟的內涵就是要把 中國跟俄羅斯的 經濟的優勢引進歐洲 那吃到他是成功的 因為 德國最強大的能量是工業能力 那他用能源 壓低成本 然後製造出來賣給中國 那後來跟中國關係也越來越密切 事實上現在德國 出口到中國 比中國出口到德國還少 他對中國是逆差 不是順差 這就表示 他還有很大的空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就是兩條支柱 所以美國 美國 美國當然很清楚 連我都知道他怎麼都不知道 所以美國一定知道說肖智 他在讓他這樣走下去 接下來他就要去 影響歐盟的國際角色 那事實上 梅克爾路線跟馬克宏想法是一樣的 就那個歐盟的 獨立自主的角色來講 只是說對國內的經濟結構那部分 法國是不同意的 因為法國工業能力比較差 他跟中國的共利 那主要工業 主要是法國電力公司 就是核電廠 其他坦白講 乏善可乘 因為法國是一個 還有空八 空八是 德法聯手 一起的 就是空八跟法國電力公司 那其他大概就是 農業 因為他是最大的農業國 那其他就是他一些特殊的 精品 奇怪的工業 奇怪的工業 精品 加勒服 這一類 這個不管 這個 我認為法國一定會訪問中國 因為他如果要在 美國面前有一些議題可以說NO 他也要有一些背靠 所以這樣才有斡旋的空間 那馬克宏是德國啦 德國一直有戴高樂主義 那法國人隊玩這個遊戲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他必然要走這個路線 這個 不用意外 事實上比較掙扎的是德國 就是 蕭茲你當初就 自以為 是吧 說我要組左翼聯盟政府 那你現在才知道你的綠黨 那不是左翼啦 那叫親美 親美系統 綠黨是非常非常親美的 尤其是親民主黨 所以你看他 綠能啊 對沒有錯 所以 所以目前的狀況就是如此 就是 如果是共和黨主政 比如說以前是川普的時候 那綠黨再怎麼樣也不可能靠近川普 對不對 基本價值差太遠 差太遠 沒有錯 這個 就好像美國民主黨 沒有辦法靠近巴西的 Bosanaro一樣 所以雖然不喜歡魯拉 可是 Bosanaro他實在是支持不下去 沒有辦法 有點類似 所以現在綠黨 我覺得就是肖子必須面對的問題 不然這種事件會一直發生 就是說他要不要 壯士斷碗切割綠黨 然後呢 跟中國全面交往 然後重組 新的聯合內閣 這是 救德國現在唯一的方法 目前事實上 條件完全符合 因為 基民兩年經濟都非常糟 那你要救德國 坦白講北溪被炸 大家心裡有數是誰炸的 那你經濟要重新 重新佔起 你能源成本一時又降不下來 那怎麼辦